青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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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浦有高鐵站 當初因為高鐵在這邊 所以很多人買青浦想說 離高鐵這麼近高鐵站一定會發財 就想說這高鐵站一定發財 殊不知對不對 高鐵站並不會讓你發財 其實高鐵特定區這麼多 過去青浦第一個案的確賺錢 後來就進線沒有賺錢 你現在在去青浦看也根本就是鳥不拉斯 其他的特定區說台中烏日也是一樣 然後你說什麼彰化啦 雲林啦 這些只要是沒有什麼特 沒有人就是不會有人 沒有人就不會有人 比如說好雲林 有台大醫院 雲林高鐵虎尾特區 就雲林站嘛 台大耶 就在高鐵站旁邊耶 開一小段路就好走不到開一小段路就好 有台大醫院耶 結果也是吵不起來啊 懂嗎 不要以為一廂情願的時候有高鐵就能賺錢 這個在青浦就可以得到證明 所以耳後你要再炒作 或是你想要借高鐵要賺錢 不可能 好 青浦還有一個利多 這個利多比較少見 全台只有它有 叫做水族館加旅館 過去我們講過 台灣最大的水族館在屏東的車程的海生館 可是呢屏東車程的海生館 有在那邊也不會為房價帶來任何的改變 因為旁邊還是鳥不拉死口不生蛋 最近暑假要到了更很多人要去那邊 可是去的只有覺得 有夠爛的啦 旁邊什麼都沒有啦 東西跪到要死了 就是這種感覺 那你說水族館加旅館可不可以 是可以 但對房價有幫助 沒有 為什麼 它就是個旅館而已啊 那你會為了這個水族館去住這個旅館嗎 水族館逛一逛就走 你看高鐵坐一下就回家了 你看為了這個住這邊 它的利多不多啦 而且現在旅館幾乎就這兩個月了 6月份 我們今天播出是7月7號嘛 7月8月是暑假 暑假也有那個旅遊補助 然後再加上說三倍券的一個推播 就這樣 暑假結束之後到了9月 旅館就被死了 所以搞不好到時候這邊 日租旅館有可能 常駐旅館有可能 所以旅館的商機必須要等到 武漢肺炎的疫情全部消失之後 大家可以趕 自由的坐飛機出去 旅館才會起死回生 所以這兩年是不會起死回生 這兩年喔 記住 兩年都不會起死回生 至少要等空兩年 所以這些旅館之後 變成休息可能機會蠻高 因為或是說變成常租的機會蠻高 所以這個對房價是沒有利多的 沒有利多的 對房價是沒有利多的 至少你有水族館看 看完就走了 都把這樣 它不是什麼百貨公司 就是看完就走了 對不對 Outlet 都開到第三期了 這個Outlet呢 我有時候會去一下 清浦的 淘寶啊 淘安寶然後就走這樣子 所以這只是淘寶 可是旁邊蓋滿所有的房子 很多房子就想說 啊這裡有個利多 跑進去 結果你看 清浦 對不對 這麼空 大家突然間發現 這只是一個淘寶的地方 也不是什麼名牌的地方 不好買啊 然後我曾經在這邊買一個名牌包 那個名牌包用了半年 它就壞了 名牌包喔 就壞了 因為它放了很多年嘛 大家都知道淘寶品就是這樣 我內心坦然接受 因為我知道它這個便宜貨 便宜貨就是很容易就壞掉 壞掉呢 我就不會再買這個東西了 沒辦法 可是我們講是說 Outlet對房價是沒有幫助 現在你都知道了嘛 清浦 誰還握了清浦的Outlet然後去買 就是要領口啊 誰握了領口的Outlet然後去買 現在沒有人 以前有 上車 下不了車 所以你自己看 現在整個清浦 哇到處都是賣房子 好多間喔 你想買清浦的房子 隨便買到處都是 我真的是舉不出一個例子 因為到處都是房子在賣 每個社區都在賣 甚至有些網紅還自己開個影片說 我住在清浦好吵喔 我好後悔喔 這我們之前有講過一集 就是清浦的房子的事情 所以你看這個 嗯 實價登陸這個 銷售開這個社區 你看這邊 本來是從30的 漸漸漸 這一條螢幕線是30嘛 都下去了 下去了 再下去 好 然後這個紫色這一條 紫色這一個 是實價登陸的價格 上面是開架 這是實價登陸的價格 漸漸的往下走 有沒有 漸漸的往下走 雖然走的不是很明顯 因為大家沒有要買 這樣講聽起來很悲哀對不對 為什麼他的降價曲線沒有很明顯 因為大家不要買 這個沒辦法 因為大家不要買 所以他只好久久賣掉一戶 才久久往下降一點點 這樣一點點 這樣一點點 因為大家不要買 所以清浦啊 你們都知道 懂齁 最新影片都在好凡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哦 打開小鈴鐺哦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